你反正點那麼多可以掛 我們來討論話 那我二年級的採訪員 就是因為這些人可以幫他給你掛 是這樣子嗎 不是這樣 好,我也可以幫他給你掛 反正你已經付了,再扣也不掛了 是是是 付負責任 你們說就這樣 我不會 所以一個以前的同事去我家吃飯 他是一個老外,他是一個外師 然後我家聊天 他說他去美國後來去讀措施班 讀措施班之後他就去餐廳打工 當waiter 然後餐廳打工就有小費 然後他得過一次最多的小費是一次五十塊錢 一個人 一個人就給他五十塊錢小費 五十塊錢太噁了吧 他可能整頓都沒吃那麼多 對 然後他說為什麼得到那麼多呢 因為他後來就跟他來 不是不是 因為我那個老師幫他也拿 對 他是吃寶貝 你說他寶貝是不能外帶的 但是他拿一些外帶 拿一些食物都吃不完 他就問他說我怎麼外帶 他說帶啊就帶啊沒有關係啊 反正我這最後一天上班 他們大不了就把我開除 沒有關係 大不了就開除我啊 沒有關係啊 最後一天啊 我跟他來聊了一下 聊完之後他走著 他就要做到一張五十塊錢 哦 好開心 五十塊的小費 五十塊的小費 很多很多 我以前很多學長去吃飯 他到那個人家大概是十塊錢小費 十塊很多啊 三百多 我再吃一碗麵 我那碗麵就五塊錢 五塊錢的一碗麵 然後我們大概六個人吃嘛 每個人就別人碗麵 那他走的時候他就給十塊錢小費 對 我們家吃一碗麵 通常這樣 對 感覺五塊錢是很通報的價格 沒有 再找就是一塊錢或兩塊錢 他看去吃什麼 他可以找 就是你在蠔融幕那裡 寫到三十個 對 也寫到錢 好 這個是需要一些經驗 好啦 那個地球板塊構造的學說 這部分你們都看了嗎 有分Dable 海綺琴 海綺琴 中蟲 哪裡 什麼 古生物化成一個體 不會有過癌的中蟲 那是一種 那你們上網去查一下 沒有 現在查 不用現在查 拜託 那個剛剛 怪羽問一個問題 是化學遺跡 化學的證明 他說有一種動物叫中蟲 中蟲 中蟲嗎 中蟲 他說這個 這個東西是什麼 哪裡 這哪一頁啊 你們剛剛這頁 十八頁 大目標語說 中蟲 不會游泳破壞的中蟲 好 所以我們可以得到 這個不會游泳的中蟲 他是個 他可以想 可以可想的就是 他是一種蟲 他叫中蟲 好 像我們知道中蟲是什麼 然後 這個是個好溫 他的意思是這樣 就是說大五百塊 他本來這樣 他推設這樣 因為他快發現 在不同的大陸 看我這裡一下 不同的位置 在這邊也發現 這種動物的骨骸 在這邊也發現 這種動物的骨骸 可是這個兩岸呢 相隔可能是 兩千公里 那這種動物會不會游泳 他怎麼過去的 本來就在那邊了 本來就在那邊 OK 那機率很低 是因為你在不同地區 他的怎麼演化演化 演化到一樣的動物 就剛好 那就不是很難 是不可能 過不可能 基本上演化是這樣 就是說他會有很大的一個地區 或是剛好相同 所以我只能說很大 我就說兩地的這個條件都一樣 那你就放回 中文那台 蛤 那我放入中文那台 有嗎 那我放入中文那台 有 在哪裡 有 長得真的沒看到 小小的 綠色的 這不是烤螺色的 真的有畫出來 哇太厲害了 好啦 但是 但是不可能是 演化成一模一樣的東西 是 因為演化的路徑 是一個 很奇怪的一個過程 就是說 他這個都是偶然 他純粹都是偶然 那你在這麼多偶然的情況之下 就好像 相當於說 你在這邊 要 這裡面有 有 有 一百萬一千萬個 一百 一千萬一個 千 你在這邊有另外一億個千 然後 你連抽三次 結果兩名都一樣 這 基本上 不太可能 而且不只連抽三次 因為演化的過程 是非常多次的 是 那 那 那 全世界都有的那種動物 那他們看他的指示 是不是全部都在透明的地方 等一下 所以人類的起源 現在我們在講人類的起源 你看人類 譬如說 美國或是歐洲 白人多 非洲 黑人多 亞洲地區 黃東很多 印度人跟 中亞那邊的人 又長得不太一樣 對 長得很多 不一樣的 可是我們都知道我們就是人種 所以我們就發現說 去一探究 我們後來發現說 人類的起源都在非洲 我們不會說 那一定是 等一下最早有個學說 就像前一講 那一定是歐洲的人種 發展出他人種 在美洲的發展出 美洲的人種 非洲發展出 非洲的人種 你剛說的意思 你剛說的意思 你剛說 在各地季發展出季的演化 演化成相同的物種 對啊 就這個意思 就是說 早期我們在 非洲的情形變成非洲 早期的考古學 他發現說 在歐洲他們找到很古很古 可能是三四萬年前的人的骨頭 可能在亞洲也是一樣 找到幾十萬年前的骨頭 人的骨頭 所以他們一開始認為說 應該是各地自己演化出自己的樣子 那剛好就像人的樣子 那後來的考古學在霸展之後 他們發現都不是這樣 因為這DNA都有類似的地方 就往DNA去追溯 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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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溯到後面 現在比較可怕的說法是說 人類從非洲發展起來了 那非洲發展起來之後 他慢慢開始的遷律運動 慢慢的遷到各個地方去 所以走到全世界去 現在目前全世界都有人類 但這個人類都可以追溯到非洲 這樣子 所以 基本上你要在兩個地方 同時間發展 然後到後面發展成相同的物種 這種事情是很難很難的事情 所以說 他們一直移過 為什麼這個大陸 看到中隆 在這個地方看到中隆 這件事情是很難被接受的 那早期的說法 有一個說法 更簡單的說法 說 啊 我知道了啦 一定是齁 三隻貓包蟲排這裡可以 喔 不是 就是他們在那個 說的是三隻貓包蟲 怎麼越來越多了 天啊 你們只有自己有在聽一下 你知道嗎 是嗎 陳昱應該有聽過吧 你要聽到哪裡 你應該開箱是不是 啊 是是是 哪一個段子 哪一個段子 就是很早已經 那一種說像是段子 好 這邊的龍 跟這邊的龍 為什麼會有同樣的龍呢 因為冰河時期 海洋都結冰了 所以呢 這邊自然啦 就才是一個走道 一個走廊就出現了 因為冰河時期嘛 都結冰了嘛 對 所以就一個走廊出現了 這邊的中隆 為了想吃 對面找到食物 他會想找食物 他就往那邊就走到這邊來了 然後來冰河時期 過了 海洋又墊上來了 所以這條走廊就不見了 他們在各地生活 有道理 有道理 對 早期大家都想講 因為這次龍解釋了 所以就會解釋說 反正這邊看到 這個動物跟這邊動物 那這邊就有一條走道 這邊動物跟這邊動物一樣 這邊一定有一個走道 就大家亂猜 冰河時期感 可是有不合理的 對 手機要不合理 他在中階的時候 他沒有食物 OK 這被他好像 很遠很遠 他對面有食物啊 很遠啊 從這邊走到去 可能要走兩年啊 光靠走都要走兩年 這兩年他通通背個背包 帶個食物走過去 有沒有辦法 他怎麼會過得去 這一定很困難 吃自己 但有可能 這是你講的 就是像 的同背 冰河的動面 動面都會走 他可以滾 動面的過程繼續滾 他也可以叫浴街室 直接拆背過去對不對 對 所以怎麼解釋呢 而且他後來怎麼發現說 這個冰河時期的解說 是不合理的 為什麼 他還發現喔 甲戰熱的手法 他們這邊的葡萄 沒有這邊的葡萄 找到是 是兩千萬年前的葡萄 兩千萬年前的化石 在那個另外的地方 找到這邊跟這邊是一樣的東西 可是這個生物是 五千萬年前的生物 然後 我們地球上 一直都有 一直都有這個所謂的冰河時期嗎 就是冰河時期 會不會一直不斷的出現 也沒有啊 你再找別的歷史 別的遺跡 你沒看到冰河時期啊 那所以這冰河的說法是 只是好像通 但是你還是有地方沒辦法解釋 所以後來 有一個叫做 很重的人叫做什麼 韋格納 韋格納 韋格納是個 他不是研究地質的 他是研究氣象 他簡單簡單講 就是氣象不抱怨 他告訴你明明後下雨 那這個年代 氣象不抱怨 基本上不太會重視 為什麼 因為他抱的氣象 等百分之七十是錯的 可是他沒有辦法啊 沒有辦法 因為氣勢有問題嘛 對不對 但是他可以做簡單的預測 他只是收到之後 好 但是因為他是氣象學者 所以他有機會 就到處去旅行 到處去走 那後來他也看到這個現象 後來他提出一個學說 就說 我們要知道 那會不會是 因為他也在觀察 地球的形狀 這個 這個 大陸的形狀 他發現 其實啊 這個大陸 好像 彼此之間 就像一個拼圖一樣耶 你看喔 這是美洲的地形 這是非洲的地形 會不會這一塊 跟這一塊就接在一起 以前以前就接在一起 後面被分開了 所以你看 像這個 格林蘭啊 或者像這個 澳洲啊 澳洲 會不會從這邊分出去了 他感到這些地球 這些地形 好像比時間 都有一點點關係 並不是完全沒有關係喔 所以呢 大膽的提出一個假說 叫做地殼漂浴說 那他的地殼漂浴說 大陸漂浴說 我這邊畫 我這塊白色的大陸 跟這塊橘色的大陸 他已經都黏在一起了 所有的動物是可以很自由 移過來移過去 我的動物可以把它跑去的 我可以自由的生長 可是有一天突然 啪啪 裂開了 從此之間 從此之後 他就分不開了 就沒辦法再回來了 他留在這邊的 就留在這邊的 他留在這邊 就留在這邊的 他留在這邊 然後這個動物就 各自開始生活 然後就整個大陸 越分越開 越分越開 那邊他會游泳 那他有人在發現 這邊的生物 在經過幾千萬年之後 這個生物可能死了 隨便畫紙 這個生物隨便畫紙 找到說這兩個畫紙 是相同的生物 就合理了 就是大陸的飄移 可是這個書法 一提出來之後 被當下所有的學者的反對 為什麼 大陸是怎麼飄移 對啊 大陸怎麼飄移 你看到大陸飄移啊 你敢不買 你開始的見嗎 你看不見 你為什麼敢這麼大膽的說 不是這樣的說法 你有什麼證明說 大陸在飄移 他說拆 對 你是用拆的嘛 可是你沒有更好的證據啊 你沒有更好的證據啊 所以 瑋格納說這說法 而且更誇張的是 瑋格納就是一個後身手背 所以其他的弟子學家 也像後身手背 你竟敢挑戰這些 以前我們達斯手留下來的話 對不對 所以瑋格納說這件事情 他是沒有被證明的 在瑋格納後來 他一直都沒有 就像他死之前 他的說法都沒有被很重視 都沒有被很重視 然後他死之後 才慢慢被發現到一些更多的證據 證明他的說法是對了 然後再加上我們 對地球內部的研究更透徹之後 就發現說 他的說法確實是有道理啊 好 來說說看 為什麼這個地球會移動 我們現在的說法 因為板塊 板塊 對 因為是板塊 為什麼板塊就會移動 因為板塊撞一撞就分開 板塊 板塊撞一撞就分開 好 那這邊也有兩張桌子 這兩張桌子 這兩張桌子會不會分開 不會 不會 為什麼 因為沒有移動 對 假設說 他兩塊的下面的東西分開 那差不多兩塊就會走開 OK 所以板塊為什麼移動 因為低含是流動 對 低含是流動 所以你剛剛前面講說 撞了動去 你剛剛前面講說 撞了動去 是不通的 那桂圓 你前面剛一開始講說 撞了動去 我是不知道怎麼撞了動去的 這是不通的 是 他低含在流動 對不對 低含在移動 好低含什麼移動 低含什麼移動 低含什麼 大家都滿快移動的 Hello Hello 熱 熱 然後咧 對流 岩漿 然後咧 想冒出來 岩漿為什麼想冒出來 怎麼了 因為他要接觸空氣 猜話人 岩漿想要接觸空氣 岩漿為什麼想要接觸空氣 因為他想要降落 因為他壓力太大了 岩漿壓力太大了 為什麼他壓力太大 我說應該說 那如果是壓力太大 那如果是壓力太大 應該是各個地方的壓力都很大 因為地球自轉 所以呢 所以 所以 有一些冠性比較大 有一些冠性比較大 有一些冠性比較小 就分開了 為什麼有些冠性比較大 有跟你們比較小 沒有 不知道 因為他在裡面組成的材質 組成的東西不同 所以 他的質量不太一樣 OK 他的逆度質量不太一樣 可是逆度質量不太一樣 所以說 剛剛 丙人的說法是說 因為他 假設這邊的東西 跟這邊的東西不一樣 所以他會怎麼樣 他會怎麼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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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移動 他怎麼移動 要看哪個快哪個快 對 那你說個說法 你說個 前面的比較快 後面的比較快 上面感覺越來越快 OK 可是地球自轉就是同步方向 然後地球自轉就是同步方向 好 那為什麼他會 轉比較快 他會轉比較慢 因為 因為地球是土圓形的 然後 所以他的冠性不太 就是說 他在旋轉的時候 他就像聽力 沒有 一樣大 OK 我知道 因為地球 地球 下面其實是有融融的地方 有些可能 比較深的話 他的摩擦會比較大 所以他會受到 比較多的阻逼 所以他動得很快 OK 沒有 我沒有說多了 因為我 不是很清楚 我只在想說 這樣說 我在理解的時候 你到底在說什麼 大家有沒有理解 秉原剛剛說的 有 陳毅你在外面 我還沒有理解 所以我沒有解釋他的說法 秉原的意思是說 地球的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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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球都一樣高度 一樣的程度 OK 你在說地球 地球的地球 快的高度不一樣 所以跟地球的結束面 不太一樣 秉原 你有沒有上來 不好意思啊 然後解釋一下 來 我只是缺乏 無法理解 我怎麼做多了 我怎麼做多了 你怎麼做多了 我怎麼做多了 你也是我的 我不是說我的 我不是說我的 假如說 他這塊比較深嘛 這個比較淺 他下面接觸 這邊的摩擦力 這個量比較大 所以他部分都比較滿 嗯 那他就比較快 所以他跑得很快 他就跑得很快 他就跑得很快 好 大家覺得有道理嗎 有道理 秉原覺得有道理 那其他兩位同學 三位 館員覺得有道理 其他兩位 好 用我算出去 你可以來 也不是同 對 來 自己的人 你覺得同不同意秉原說的說法 他有底下 因為他的 他是說地殼 本來就有生前 地殼的生前 也許厚一點 也許薄一點 然後厚一點跟薄一點 因為地殼在移動 它裡面的 整個在轉動 在轉動的過程當中 所以 所以 剛剛秉原有個前提的假設是說 地殼轉得比地心還慢 對不對 是這個意思吧 所以 地心在轉得比較快的過程當中 他帶動了地殼在旋轉 那因為他一個生一個淺 一個生一個淺 所以 他兩個被帶動的 速度就不一樣快 他就會分開 他就會分開 我覺得不對 好 哪裏不對 那裏不對 那裏是我的 那裏是我的 這是一點 那裏是主要原因 呃 呃 怎麼講呢 好 我想一下怎麼講 呃 再給我兩分鐘 給你兩分鐘 好 我要把 我要把 我要舉好一點地 嗯 所以他會唸你 就是啊 他會比較 比較 比較 仔細聽一下姿姐說的 姿姐說 地殼的密度不一樣的關係 這樣說話比較合理 就是跟那個 生前比起來 我覺得比較有可能 是他的 密度不一樣 你要不要來上來稍微解釋一下 我想到 等一下 自己也在講 要自己也講嗎 我 要稍微講 我稍微講 他會比較少 嗯 他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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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你是說 板塊比較重 所以他轉起來的時候 比較 對 第一台 第一台 你要提到那個 潮汐現像 這個實驗 你就拿那個 來當地的就好 假如 你等你放水 就在 你是兩個房子 裡面那個房子 就裝水 然後你拿兩個 密度不一樣的 物質 擺在上面 對 然後 它打起來不一樣 然後 讓一邊 讓A物質 他比較沉在水 但是他是 還是浮在水 但是 比較 沉得比較深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就是沉得比較小 還是 比較 他的玻璃比較大 然後呢 你就 太讓他轉動 他們兩個如果按照 別人的說法 他們一定會 碰到一起 因為一個 他主力大 一個主力小 所以他一定會 速度不一樣 他速度不一樣 代表一定會碰在一起 或者是分了一個圓 沒有 因為他是一個圓 身體 一定碰在一起 可是 這樣轉成 應該是不會碰在一起 為什麼 為什麼 只是轉不過久而已啊 只是轉不過久而已啊 耶 我沒想到另外一個實驗 可是這應該不是 這實驗可以做啊 可是 他當然會碰在一起 會啊 所以 我知道啊 你講這個 我也不知道會不會碰在一起啊 其實我現在 我現在你們問的 剛剛講的這些 我就有 心裡面有個疑問是 我怎麼看 結冰了耶 真的喔 好後的一層冰喔 從外面開始結冰去 從 邊邊 從那個表面開始結冰去 哇 從飛是邊緣結冰去 真的耶 超酷的 而且裡面是空側 他是 他是 那個 他是一個秋型 從側邊看的 好酷喔 他這底下有結冰嗎 最底下 不是耶 他是真的結成冰 圓的冰 然後我翻他結冰 看 他裡面的一層 很難繳啊 他整個表面都是結冰 他整個表面都是結冰 那個一個小杯子 他變很小 我可以把鍋子打破嗎 不行啦 可是這樣的話 其實我們現在也看不出來 他到底有沒有變難 難繳翻 但是他事實上 我跟他是從 整個變變開始結冰 是很確定的事情 他要倒演嗎 不要倒演 我們再拿出來 這樣做 但是我看看 這樣子動不夠 把它讓整個整個 放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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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會動在裡面 OK 好 好 繼續 OK 我現在其實 比較大的疑問是說 為什麼 我也要講 不是啦 比較大的疑問是說 這個 地寒 核心 地寒 跟地殼 它旋轉速度會不會一樣 不一樣 應該不一樣吧 好 回去找 欸 不是嗎 因為那個 可是它是同心 同心圓轉速不一樣快 沒有 因為它不是同心圓 是吧 地球是過圓 所以地球是偏心 所以它轉圓是偏心 就是 你如果找任何兩點 它的重心 欸 重心 重心不一樣 所以它的轉速 它轉的角度 可是它是這麼轉啊 就是說 它怎麼樣 都會成這個角度 這個 回去查一下 地心地殼 是否轉的樣快 你找到之後 有出處 還有它的理論是什麼 不是只有告訴說 對 樣快 不對 它不樣快 這有加那個嗎 當然有啊 有啊 你講的正確 講的到底就有加點啊 其實我們剛剛有的題目沒有處理 就是想裡面把地心跟地殼是不是一樣 是SiO2 這台這個懸案 到目前為止沒有人告訴我 它結構是什麼 它到底長怎麼樣子的 各位記不記得 地殼裡面很多這個二氧化系 十音跟二氧化系 為什麼是六零二氧化系 那是三氧化系 這個怎麼修出來 我修啊 畢定不是 六零二氧化系 六零二氧化系 怎麼來的 對啊 我忘記有這個題目 有啊 這個題目是啥 OK啊 記得我準算 對 那就這兩個都有 OK 這兩個是懸案 懸案 那這是這禮拜的題目 地心跟地殼是否專門樣快 好 回來我先解釋一個事情 地球說它不是一個正圓 它是個橢圓 請問它的橢圓是什麼 什麼樣的橢圓 想一下喔 這是軸心的話 赤到膨脹的橢圓 是這樣的橢圓 是這樣的橢圓 我畫畫畫一點 還是這樣的橢圓 還是這樣的橢圓 我覺得是第三個 第三個 第三個是橘色的橢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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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 我現在畫這條橢是自轉軸 所以你看到自轉軸 自轉軸 自轉軸 我已經把它拿成這樣子喔 這是自轉軸 那都是第一個 第一個 是白色的 白色 黃色的 白色的 其他同學咧 跟上 跟上 還有防守 防守 防守 你腿貼上 喔喔喔喔喔 身上一樣 我 我嘴亮 智傑咧 OK 所以剛剛我們在講說 板塊移動 你們都是跟橢圓有關 假設我們現在這東西是白色的這個 白色的橢圓形 希望你的轉動 跟那個橢圓形有什麼樣的關係 我不太清楚 你的理論是什麼 可以解釋一下 誰的 欸你們兩個都有 所以就你誰先講 誰先解釋啊 誰先加分 好 白色的橢圓形 跟他的轉動 地殼 地殼的移動 飄移的關係 是怎麼解釋的 因為橢圓在旋轉的時候 他每個點跟那個 他的心的相近力 都不一樣 所以他在旋轉的時候 他們 就會有偏差 相近力 不一樣 所以會有偏差 為什麼相近力不一樣 會有偏差 你可以透過一個時間 會說 在一個橢圓形上面 然後看很多塊 呃 很多塊 黏著性黏稳長 如果這樣子 如果這樣的說法 回憶的話 他會向哪邊集中 或是向哪邊分離 或是什麼樣的分離 或是 尖端集中 所以理論上 是不是所有的地殼 都要向 都要向赤道集中 所以應該是赤道會有最多的大路 是不是這樣子 有大路 對不對 我們根據常識來判斷 不常識到 是啊 如果是因為離心力的關係 如果是因為向心力的關係 在上面 因為向心力小 所以他就比較容易被甩開 而定格 並不是都靠近刺道 對啊 所以這個說法 是到最遠 是到最遠 所以他比較容易往那邊甩 所以向心力最小的人 向心力最大 不往 我沒學不往 沒關係 這分中兩 阿 平方分子B 欸 阿 阿 阿分子B平方 Sorry 阿分子B平方 那不是應該 如果 出在外面 因為想要是從 對他在外面 他跟不上那個轉的那麼帥 所以 把那種比較小的地方 把那種自己稍微轉他 阿 阿 巨大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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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個橢圓 橘色的 為什麼是橘色橘圓 想說就會符合地球的那個 答案 答案是白色橘圓 橘色橘圓不合理 因為他這時候會變橘圓 他在旋轉的時候 他向兩邊甩 這很合理喔 這個 你們其實可以做個實驗 刺到最熱阿 刺到最熱阿 把那邊水球 對 那邊知道最熱沒有關係 你拿 你去掛水球 然後把他很快要旋轉型 你看他變扁 變扁 會變扁的意思 你可以想像就是 他東西會往外甩 東西會往外甩 同樣假設 有地殼 地殼是飄在上面的 他會往外甩還是往上飄 甩 會不會往外甩 往上飄 往外甩 好 其實 往上飄 其實又可能往上飄 這意思是什麼 往外甩應該是說 他的密度大了會往外甩 但是空氣往外跑 假設密度小的 就像我們在開車 我如果緊急煞車 我們人就會往前晃 對 可是我現在在車子裡 如果放著裝滿清晰的 或裝滿開氣的氣球 我在走的時候 氣球是跟著我 對不對 可是我突然急煞車 我人往前晃的時候 氣球會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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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 因為中間旁邊比較重的空氣 一路比較大空就往前接了 所以氣球被往後甩 好了 就地殼跟地寒 跟這些東西相對比較來講 誰比較重 誰的密度比較大 地殼 地殼 剛好顛倒 地殼是輕的 所以地殼才浮在地殼上面 我們都覺得地殼很重 因為我們的感覺 我沒有找到地殼 地殼 當然是啊 地球核心是密度最高的 地球核心密度最高 接下來是地殼 接下來拿來地殼 為什麼這個 液體的會變 這個會變 好像有 沒事 這跟是不是液體沒關係啊 比如說 水是液體對不對 水的密度大不大 水的密度很大 水的密度很大 水的密度是3.0 6 3.0 OK 所以地殼的密度很大 所以假設都是合理的話 地殼會往兩邊甩 是合理的 所以相對來講 哪邊的地殼會比較薄 中間地殼比較薄 中間地殼比較薄 密度比較 對啊 那個地寒往外靠了 所以把地殼往兩邊擠 所以 地 刺到中間的這個地殼 會比較薄 但是 地殼 就地殼啦 中間刺到邊邊的地殼會比較薄 因為它的地殼要往那邊甩 好 你現在所看到的地 陸地跟海 海的樣子 事實上它都是地殼 這地球儀的表面都是地殼 我們看不到裡面的結構 但是這是一個想法 這想法蠻有趣的 但是合不合理的 我們先不說 我們要找到更多證據才知道 我們現在可能 那個 那個 冠遠 冠遠 這個說法 雖然跟你剛剛一開始講的不太一樣 但是是你發起這個想法 略有趣齁 但是如果你願意的話 繼續去研究一下 研究板塊的構造 還有板塊的漂移方向 說不定你可以證實 可以證實這個說法 就是因為地球是橢圓的關係 地球是橢圓的關係 導致地殼的漂移 跟地球是橢圓是有關係的 這在課本上面有提到這個說法 對不對 在地殼呢 這邊我們說到說 地殼的移動 它跟誰有關 它主要是跟密度有關 就是末路啦 或者是推擠啦 或者是 它都主要是跟那個 地殼本身的密度有關 還有一個就是說 就趕快去山川 灰色 一路 好 謝謝 謝謝